大家好,我是Akyk 最近我打了第一針的COVID疫苗 我打的是Visor 澳洲中文翻譯譯為輝瑞 香港譯為伏必泰 其實是同一回事 這條片純粹是分享我在澳洲打疫苗的經歷 分享我打完第一針後的身體狀況 現在一起去看看 出發去打針前要吃早餐 吃飽了才去打針應該會比較好 這是檸茶,加了玫瑰花,挺好喝 還有一杯維他命C 這是自己做的蔥油餅 這個之前拍過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吃完就可以出發了 約了在墨爾本的會展打針 竟然約到星期日 我想政府真的挺想大家去打針 星期日如果在澳洲 其實很多診所都不是開門 現在 晨早落落走去打針 有一點緊張 不過這裡的環境 還有衛生中間附近的環境 真的挺好 這個位門口就是電車站 交通也挺方便的 停車場的入口 在正門的後面 要繞過去 回來正門先 要排隊進去 裏面就不允許拍攝了 那打針完再說吧 剛剛就在薪水中出來了 剛剛打針完的時候 我是有暈的 有暈針的 在裡面坐了15分鐘左右 我大概暈了5分鐘左右 之後就可以了 不過呢 因為我當然都知道 我聽到很多很多朋友說 其實他們打完針試煞 Hast consider 是沒有我這個狀況 而只是我特別hus雞 剛剛打針的程序是怎樣 入門口 之後就要你 陪 Мосosp sonst 期待通訊 十分幾次 大概約兩次 之後 還有人會讓 tax 查看口罩可以嗎 人們 taraf交通的口罩 它就要你換上這隻醫用的口罩才讓你進去 之後去到裡面就會對你的ID 還有如果你有Medicare 卡的話 它就要對你的Medicare 卡 之後它會分AZ 和 Pfizer 兩邊的隊排隊進去打針 排隊進去之後 幫你打針的護士會問你超級多問題 問一大堆 然後要對你的Date of Birth 對你的地址、名字 才會幫你打針 護士還會叫你探索了一個QR Code 就是一份小冊子 就會解釋打完這支針 會有什麼副作用 有什麼普通的副作用 有什麼嚴重的副作用 最後就會確認你是否真的可以打針 是不是真的願意打針 之後它才會開始幫你打 其實整個過程 護士都是超級細心的 解釋了一些東西給你聽 解釋得很詳細 打完這針出來之後 就會叫你去休息區 休息15分鐘 休息完之後 就可以排隊搜尋 搜尋的時候 staff 問我有沒有開車 我是沒有開車 但是我多口問了一句 原來如果你是來這個 醫療中心去打針 而有開車的話 它會給你一張 乘客帳號 所以你開車來打針 是不用給乘客帳的 對 打完針出來 就大概十點多了 排隊進去打針的人 越來越多 真是早起的鳥兒 不用等了 外面這裡有食物 還有三文字 麵包那類的東西 剛剛打完疫苗回家 都會洗澡 如果大家洗澡的時候 不想濕到針口 其實在手臂上包保鮮紙 都可以 因為我剛才就是這樣 現在針口 完全沒有濕到 所以可以的 有很多朋友打完這個疫苗之後 跟我說 都說 第一針 是沒有什麼症狀 沒有什麼 不用 那麼擔心 我覺得這個是 真是好看個人的 現在大概是下午 兩點半左右 我們早上九點幾十點的時候 打疫苗 我現在的感覺 是暈的 是有點暈的 而且很累 還有手痛 很緊的 基本上 我的朋友 每個人都有這個狀況 暈這個 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比較穩陣的人 我打疫苗之前 我是看了醫生 醫生他有特別跟我說 就是說 如果你平時有偏頭痛的話 打完一支針你會暈的 這樣跟我說 所以他也有預先告訴我 我也預計到我會暈 但這個暈的狀況 在吃完午餐之後 是有改善的 暫時就是這麼多 今天就是打完針的第二天 其實今天的症狀是好過昨天很多 最辛苦應該是昨晚 大概打完針八個小時 是好暈的 我去超市的時候 東西是這樣的 是浮的 還有就是雲童作呕 是朋友 所以我是有了吐的狀況 搞到昨晚會有一些 吃不下東西 沒有什麼胃口的狀況 還有就是昨晚會有 少少心跳加速的情況 大概可能維持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之後就已經回復正常 還有就是左手好鼻 甚至是我半邊身 左腳也會有少少鼻 肌肉痠痛的狀況出現了 今天睡醒覺 所有的症狀都已經得以舒緩 今天主要是暈 還有還有些作呕 至於雲童腳 其實雲童腳已經沒有問題 雲童手還會有少少鼻 而且不太用力 感覺好像剛剛睡醒覺 用不到力的感覺 還有很多人會說雲童手會痛 我沒有這個狀況 有少少感覺 但不至於很痛 第二天大概是這樣 不舒服了就是吃清淡的食物 今天就點了皮蛋瘦肉粥 看起來也有很多材料 今天就吃這個粥吧 第一針來說 我都問過身邊打針的朋友 比他們來說 我算是比較多副作用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身體比較差 不過以上所有的症狀 在打完針第五天之後 就已經完全消失了 第三第四天主要都有點頭暈 不過情況是一天比較好 第三天的時候打針的手 後面這個位置會有點肌肉酸痛 不過只是持續了一天 頭幾天的喉嚨和口唇會特別乾 原來打完針真的要喝多點水 而且我發現每次吃完飯之後 沒有那麼暈 所以準時吃東西吃得夠 個人就會舒服一點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拜拜